各位同學,各位網路學員,還有各位工程師,歡迎回到我們的教學現場。 我們從這裡開始,我們要講所謂的定點的位置跟連續位置的一些顯示跟控制給大家知道。 我們這一章會教一下什麼叫做光遮斷器,還有所謂LVDT的一些實驗跟它一些特性,讓大家了解說我們在精密機械控制裡面有哪些是很重要的東西。 我們這一章主要學習的目標有兩個,第一個所謂的定點的位置的控制或是所謂的定點位置的顯示,還有LVDT的檢測器它是怎麼一個原理。 LVDT我們在前一章已經在A部分已經有講了,如果各位同學你們想要知道更深的內容,你們可以回去看一下內容。 接下來,譬如說電子回路跟這個定點控制位置是怎麼一回事,我們會在這裡介紹給大家知道。 還有一些LVDT的一些介面。 一樣的我們會做一些實際的一些應用跟實際的範例,讓大家熟悉。 所以各位同學,你們如果有機會的話,可以去買這個所謂的定點位置的一些開關元件,那你們就可以學到一點東西。 好,那我們在這裡開始會講什麼叫做定點控制,然後LVDT的一些檢測。 讓我們在做精密機械控制的時候,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地方你們就可以漸漸理解。 所以請你們不要放棄,跟著我們的腳步學習什麼叫做定點的位置控制,還有LVDT的一些檢測器。 好,那我們精密機械控制裡面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東西,就是所謂的移動平台。 移動平台其實呢,其實你看它很簡單,其實它非常的複雜。說複雜是很複雜,因為它如果真的高精度要出來的時候,就沒有想像中那麼簡單。 那我們這裡面就產生到,比如說這個LVDT在這裡極限開關,它就有極限開關的Switch,看到嗎? 那通常Switch左邊或Switch右邊都有。 還有一個叫做原點,叫做Homedog的點。 所以各位同學或是各位網路學員,你們如果在外面常常聽到人家講說Homedog的點在哪裡。 這是我們在做精密機械控制,一定要做的。 所以各位同學,你如果在做平台、移動台的一些檢測或是移動的過程中, 那請你一定要做保護,其實這個LVDT Switch就是做保護,讓大家使用的。 那我們在這裡會教,比如說極限開關的安裝,極限開關的特性,還有光遮斷器如何來使用。 好,那當然完了之後,我們會介紹一些IO介面,還有一些訊號的特性給大家知道。 好,那我們所謂的極限開關,到底有什麼作用? 極限開關除了保護以外,也有人拿來做定位使用,這是要定點位置。 當然這個定位沒有想像中那麼精確,也沒有辦法說到達Mu級。 極限開關的重度大概很簡單 就是碰到的時候,它在這裡就類似一個開關一樣 看到沒有?這裡就是三端的開關 三端開關就馬上說從come down 跳到off,或是再回到原來的地方 類似這種感覺 各位同學,你看一下這種機械式的極限開關 動作原理其實很簡單,它完全是機械式的 也就是一定要接觸,手去碰到它的時候 它就要做什麼事 比如說我們壓它的時候,它就按啊 放開的時候就off,的類似這種感覺 這個東西不會很貴 你一般在電子材料行都可以買得到 一般的五金行說不定也有 各位同學你們可以去買,試試看看 這個機械式的極限開關我們來看一下 它就說明得更清楚 我們在這裡就不再重塑 它最主要是,有沒有看到? CAMD,看到嗎? 然後它寫NO,底下寫NC 那就是說碰到的時候 它是長開長臂等等 他們就會講長開長臂等等的概念 那你這邊可以接12伏 那也可以接24伏 那可以接所謂的PLC,接PC 或是CNC等等 那它的訊號到底是產生什麼一回事呢? 其實各位同學,你們如果在做這個的時候要小心 它會有彈跳的現象 彈跳就是你壓上去的時候 它不一定馬上 不一定馬上就變暗 它會有所謂的稍微的震動 那這個是上位元讀取的時間 你要稍微控制一下 所以你在做這個的時候 你應該知道它的特性 所以你在做上位元控制器讀取信號的時候 就要小心 好,那另外一個叫做光遮斷器 光遮斷器就是類似一個open collector的感覺 類似這邊有一個發光體 然後有一個東西去擋到它 擋板去擋到它的時候 它就做所謂的on或off的概念 那這個叫做非接觸式的 那非接觸式的它就是一個擋板 走進去的時候它就會遮斷跟不遮斷 那這種當然精度會比較高一點 比剛才那個接觸式的還要再高一點點 那這個會不會比較貴 應該會比較...也沒有說比較貴跟不貴的問題 這個應該是精度比較高一點點 好,那所以我們整個移動平台就像這個樣子 那你如果是極限開關 右極限開關在那裡 原點在那裡 那其實我們要知道是真實的位置 真實的位置 那這真實的位置怎麼來 你看這個叫移動平台的真實位置 我們就要直接 那如果不是真實的位置呢 我們叫做間接 所謂間接就是透過螺桿導層跟馬達的計算做解析 這個我們在A部分 就是在理論課程已經教了很久 已經教過了,大家應該大家都知道 那所以這個平台 其實我們左極限右極限一定要定 各位同學不要說 我隨便做實驗,所以我不能定 我不要定,不需要定,不對 因為我們實驗的過程中 軟體會發生什麼事情 或是硬體會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都真的不知道 所以不管是工具機 還是一般的我們的自動化設備 只要移動的東西 你一定要去定走極限右極限 你才有辦法保護你的整個機台的安全性 好,剛才我們介紹的是機械式的 比如說我們的極限開關 也介紹過所謂的光遮斷器 那個叫做定點位置 也就是說我在平台呢 鎖在哪一個位置 我讀到這個位置的時候 我就停止,這個叫定點 另外一個如果我要隨時知道 我的位置在哪裡 那我怎麼辦呢 各位同學你可以用這個元件 叫做LVDT LVDT是一個類似直線線性的 線性龜的那種感覺 線性龜的感覺 這個LVDT抵住 你就可以知道說 你整個平台的移動的變化 它的原理呢 這個我們在前面的A部分已經講了 我們就不在這裡贅述 它就是類似一個桿子 往前推,推去升進去 然後有彈力彈出來 然後用這個呢 這個一次測二次測的概念 而顯示它的位置 那顯示的位置就像這樣子 那這個東西可以讓你顯示到多下呢 目前可以顯示到0.1μ 那也可以大概1μ左右 一般大概1μ左右 像這個 你們看到的這個大概0.1μ 那這個進度很高 好 那LVDT的主外觀 大概長得像這樣子 有沒有,一根 然後你如果用的話 就一根,然後用這個磁力做 把它hold住 hold住之後就可以頂住平台的移動現象 類似像這樣子 好 那這一章呢 我們有幾個重點 我們介紹了所謂的 高精度的移動平台的安裝 那你知道有講過說 各位同學或是各位網路學員 只要移動的東西 都有可能會發生一些小事情 所以你們一定要裝所謂的極線開關 左極線、右極線 還有所謂的原點的定點在哪裡 這個讓機械知道說 整個位置到底跑 有沒有過頭 或是有沒有撞機 這個非常的重要 一定要裝 好 那也說明了極線開關 光遮斷器 跟一般的控制電路 到底哪裡的差異 差別性在哪裡 那也知道說 LVDT顯示的位置 顯示位置 我們等一下會做實驗給大家知道 做實驗給大家了解 所以呢 我們呢 在這裡就講述了 所謂的定點控制 跟一些顯示給大家知道 那歡迎大家呢 跟著我們的腳步 學習下一個單元 我們下一個單元 就是要教大家 如何用這個 來做所謂的定點控制 那控制的時候 會產生什麼訊號 然後這個訊號的現象是什麼 我們會實驟給大家知道 那希望大家呢 跟著我們的腳步 學習呢 我們如何來做定點的控制 今天很明顯 走過來 我們會認識 我們會先 我們會認識 我們會議 我們會有 我們會選識 我們會議